经历了一个月的跋涉 斯坦等人终于赶到了洛基山脉 在这一个月里 他们没有见过任何其他的幸存者 而雪开始下后 过去的一周斯坦甚至都没有见过任何的感染者 也许感染者和幸存者一样都在等待春天的降临吧 不过相比幸存者 感染者在冬天更难存活 这也就是斯坦等人坚持在雪天行进的原因 看着漫天大雪 托马斯不禁感叹 真的好美啊 再加上过去一周的安稳生活 这简直是末日后最美好的时光 甚至托马斯一度还出现了这个世界还有旧的想法 正在托马斯望我的看着漫天大雪时 斯坦注意到了队伍后面的杰瑞克 他告诉旁边的辛迪 自己感觉杰瑞克现在的状态有点不对 辛迪回答说杰瑞克一直这样 他现在基本就是行驶走肉 没有多少求生的想法了都 看了一眼身后慢慢行走的杰瑞克 斯坦又和辛迪说起了队伍中的老人杰夫 辛迪问道杰夫状态怎么样了 斯坦回头看了一眼 回答说和平常差不多吧 走得慢但应该没有问题 说话间杰夫打了个喷嚏 末日后难得的平静让斯坦也开始感慨 大自然的味道真的清新和过去城市里闻到的完全不一样 不过斯坦也有些疑惑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核电站还有核武器居然没有到处爆炸 要是雪十字掌握了这些不可能留守的 心里表示自己对这方面不太懂 但他感觉按照感染者那样 想要用锤子撬棍啥的入侵进去可能性不大 当然除非末日爆发的时候 刚好就有正在转变的感染者就在基地或者发射井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了 不过目前来看一切安好 也许有人已经搞定了这些 虽然世界变成了这样政府已经瘫痪 但幸存的人应该也清楚 这些地方不能让感染者得到 相关人士应该会拼命保护的 真的吗斯坦问道 心底皱着眉头回答说都是自己猜的 其实关于核电站和核武器的事情 从灾难爆发后的一周起斯坦就有些好奇 他也和遇到过的其他幸存者交换过相关信息 没有人知道核电站发生了什么 也许没有人工维护所有的核电站早就过载了 只是没有人靠近那里 靠近那里的人也不会活着出来 斯坦怀疑也许他们这些人早就暴露在核辐射的环境下了 对了斯坦突然想起自己以前遇到过一个自称是记者的人 一个幸存者说巴基斯坦往印度扔了炸弹 也许是出于强大的隐忍 印度并没有报复 但以色列那边好像末日刚一爆发 所有的核弹就全都炸了出去 然后叙利亚 约旦 黎巴嫩和埃及大部分地区都迎来了和平 没错 中东终于和平了 那里应该不会有多少雪十字存在的 雪越下越大 斯坦等人只好找了一辆侧翻的公交车休息 吃着罐头的斯坦和辛迪聊起了他的儿子 斯坦表示自己一直都挺喜欢辛迪的儿子 帕特里克 这孩子善良有礼貌 即使到了末日也这么懂事 没给队伍添过任何麻烦 斯坦坦言自己其实一直都不喜欢小孩 他见过了太多的熊孩子 但帕特里克是不同的 不是厄于奉承 只是斯坦真的觉得辛迪把他的儿子教得很好 辛迪有些疑惑 斯坦为什么突然说这些 斯坦回答说 他们之间的谈话 从末日开始就一直围绕着逃命 什么都是逃命 该怎么逃 该怎么做 但现在他们有了目标 就是前往阿拉斯加州 所以他想 还未等斯坦把话说完 辛迪就打断说 帕特里克的父亲是个绝对的魂球 自己把他干掉也是为了帕特里克不变成那样的人渣 听到这话 刚才还想拉近关系的斯坦立刻尾了 亲手干掉孩子的父亲 不过转念一想 辛迪做的也没错 正因为这种处事果断 才让大家存活到了现在 毕竟现实世界不像电影 没有人可以至善至美的完成任何一件事情 仿佛感受到了斯坦隐约间又拍的马屁 辛迪调笑着表示 自己很想把斯坦说的这些话记下来 到时候弄一个斯坦语录什么的 看到昔日不苟言笑的辛迪也开起了玩笑 斯坦感觉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亲切了一些 可他刚说完 辛迪好久都没有这么笑过了 辛迪却突然脸色一冷 他告诉斯坦 不要误会 不是因为斯坦说的话有趣才笑的 说完 辛迪拜托斯坦帮自己照看一下儿子 他该去换岗了 刚走两步 辛迪突然回头告诉斯坦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在辛迪负责警戒的时候 独自一人 有些无聊的斯坦 又一次回忆起了之前的过往 那个时候 干掉警察的辛迪带着幸存者打算转移 可队伍里一个青年却十分慌张 他觉得有人杀了警察 这事真的闹大了 他们这些人会不会被弄成共犯什么的 那个时候的乔尔感觉还算正常 甚至让人有一种可靠的感觉 他当时第一时间站出来告诉年轻人 别傻了那个东西已经不是警察了 他们之前也遇到过 过去的几周里那些疯子带来的教训还不够吗 可青年却觉得假如军队平定一切后 说不定会转头追究这些 乔尔训斥青年够了 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 军队早就完蛋了 他没有看到后面那条公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还没有人出面控制 只能说整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可以控制这一切了 眼见乔尔越说越激动 杰弗连忙走出来让大家冷静一下 他告诉乔尔 这个孩子只是被吓坏了 年轻人的思想还不够成熟 理解一下吧 再又走了一阵后 趁着众人休息的间隙 斯坦和托马斯来到外面接手 期间他们交谈着两人之间的过往 斯坦都没想过 虽然平常会在餐厅里遇到托马斯 但他会和这个男人深交 开启逃亡生涯 说着斯坦询问托马斯 介意自己和他一起撒尿吗 托马斯却提上裤子表示介意 因为自己是gay 刚开始斯坦还以为托马斯在开玩笑 毕竟他对凯莉那么照顾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看上去也比较好 但当托马斯严肃地告诉斯坦 自己是1的时候 斯坦才意识到面前的男人好像没有开玩笑 不过斯坦此时更在意的是 作为gay 托马斯的穿着真的太low了 没有歧视 没有反感 斯坦的玩笑 让经常被排斥的托马斯顿时对他减少了一些隔阂 又互相调侃了几句后 斯坦突然认真地告诉托马斯 虽然托马斯是弯的 但他觉得凯莉也真的需要托马斯 托马斯叹气道 其实在此之前他都不认识凯莉 斯坦表示自己明白 但想一想 在此之前他们还不会开枪呢 也不知道怎么给枪上膛 但现在看一切都会变的 对于托马斯来说 说不定这是一次特殊的机缘 听了斯坦这番话 托马斯点着头离开 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等二人回到休息地时 其余的幸存者正在讨论那个警察是怎么感染的 杰夫猜测是被拖到坛后感染的 看来只要接触到感染者的体液 都会变成那些疯子 凯莉这时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感染之后整个人就会彻底转变 释放出内心最极端的欲望 做出以前只敢想不敢做 甚至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杰夫也赞同的补充说 他发现了一些孩子也会这样 所以说感染者的疯狂 无关素质教育或者年龄性别 说着凯莉表示 自己对这些感染者有些好奇 毕竟从末日开始他就看不到了 他不知道这些感染者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 这时一旁的青年告诉他 红色的十字炮枕 接着青年又提起 他曾经听到过一个广播 好像是那些感染者侵占了广播台 然后开始宣誓 感染者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审判日来了 灾难都是人类自找的 杰夫好奇那些感染者还说了什么 青年继续道 自己只听了一点 那些人说如果脸上没有十字痕 没有成为他们的一员 普通人就会遭受到无尽的折磨 他们要将整个世界变成地狱 来惩罚不归顺的羔羊 诅咒就在每个人的血液里 所以他们可以通过体液传播 听到这番言论 斯坦皱起眉头 他好像以前就经常听到这种陈词烂调 那个时候还有人说 2012是世界末日 是上帝的审判日 眼见所有人休息的差不多了 心敌让大家安静一些 他有一些想法 关乎到大家的性命 然后心敌严肃的告知众人 不喜欢他做事风格的人 可以随时离开 但如果跟着的话 就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做 好了 他现在的计划是 所有人拿起枪杀出一条血路 离开这里 现在他会给大伙两分钟的准备时间 看着心敌离去的背影 斯坦找出一把枪告诉青年 没办法 现在只能这么做了 而当天晚上 那个青年拿着斯坦给他的枪自杀了 斯坦甚至都不知道那个青年叫什么 但很有意思 他对于青年的死亡 甚至根本没有感觉 雪终于停了 斯坦一行人又开始了漫长的跋涉 长时间的平静生活 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好了不少 除了队伍中的杰夫和杰瑞克状态有些不加外 一切仿佛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时间来到晚上 斯坦一行人选择了一处被密林包围的地方休息 虽然好久都没有碰到雪十字了 但以防万一 斯坦等人还是不敢开火取暖 相比会抱团取暖的人类只知道杀戮的感染者在这个冬天应该会大面积死去 不过人类也不好受 杰夫和杰瑞克的状态都很糟糕 现在幸存者唯一可以享受的就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在以前这种事情他们想都不敢想 这时斯坦注意到辛迪不见了 托马斯告诉他 辛迪带着儿子去山上看落日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 太阳都下山了 但斯坦还没有看到辛迪带着儿子回来 有些担心的他告诉托马斯 自己要去找一下辛迪 来到山顶 斯坦看到辛迪母子正坐在一起 出神的看着什么 发现斯坦过来 辛迪连忙让他小声 接着辛迪向前指了指 在那里是一群安静的野狼 野狼没有袭击辛迪一行人 生长在城市里的人们 这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了自然 这个世界好像并没有彻底变成地狱 也许很久以后人类会消失 感染者也会消失 然后地球就会迎来重生 这是斯坦一直没有与任何人分享过的奇特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束赚是非常迅闻的 那些人们又应该做 可有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